金庸武侠小说中有许多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如乔峰、郭靖、杨过等人 有大侠便有草包 大部分草包都是因为没有得到顶尖武林秘籍 接触不到顶尖神功 练不成一流武功 沦为草包 然而有四个草包却是例外 都得到了顶尖神功 但是在实战中却总被欺负 他们都是谁 一对亲兄弟 一对父子 大武、小武大武是武敦儒 小武是武修文 两人是亲兄弟 乃是伊登大师四大弟子 于乔更独之一 更夫武三通的儿子 两人从小拜在大侠郭靖门下 跟随郭靖学习神功 郭靖是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里中的一代大侠 在第三次华山论剑时 被称之为北侠 郭靖一生有多个师傅 导致他所学非常博杂 他跟随江南七怪学的武功 在江湖上属于三流武功 上不了台面 但是郭靖和北盖洪七公 全真派马玉道长 老顽童周伯通 东邪黄耀师等人 学习了降龙十八掌 空明拳 左右护博 全真教内功 天刚北斗阵 九阴真经 弹指神通等顶尖神功 郭靖光明磊落 对自己的两个徒弟肯定不会藏私 一定会倾囊相授 但是大五 小五兄弟二人却学了个一塌糊涂 两人连郭靖的一成功夫都没学到 大五 小五两人多次被杨过戏耍 在英雄大会上被金伦法王的徒弟霍都吊打 见到杀母仇人李莫仇 也只能破口大骂 过过嘴瘾 大五 小五两人是标准的师傅高手 徒弟垃圾 两人距离江湖上的一流武林高手的水平 差得十万八千里 是两个十足的草包 段正淳和段宇天龙八部中 段正淳是虽然不是主角 但这本书中的许多人人物都和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段宇是他的养子 刀白凤是他的妻子 秦鸿眠 甘宝宝 阮兴竹 李清罗和康敏是他的情人 慕婉清 钟灵 阿珠 阿子 王宇嫣是他的女儿 大理国皇帝段正明是他的兄长 在射雕英雄传中 伊登大师以一阳指神功位列五绝 是天下间少有的绝顶高手 由此可知一阳指绝对是顶尖神功 但是段正淳的一阳指却很差 始终未入一流 比段延庆的一阳指差远了 也比不上他的兄长段正明的武功 总结原因 段正淳很可能因为生性风流 和上述那么多情人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而没有专注于学习家传的一阳指 才成为草包 如在《少世山之战》中 段正淳看到宝绊子段玉被慕容妇欺负 他想伸出援手 于是使出一阳指攻击慕容妇 却因心急而出招不稳 导致其受到重创 段正淳不得不在众多情人的陪伴下 回大理养伤 段延庆曾对段正淳冷笑道 段王爷 看来你的一阳指已经名不副实了 段正淳并未反驳 可知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知道他的武功上不了台面 段玉是一个典型的二世祖 他是大理镇南王段正淳之子 大理皇帝段正明的侄儿 从小过着无忧无虑 与世无争的生活 段玉活到二十多岁 不会武功 也不学武功 更不会家传武功一阳指 如果段玉说出去 他是大理段氏 估计其他江湖人士会笑掉大牙 后来 段玉虽然在机缘巧合之下 学会大理六脉神剑 但他却并不懂得如何运用 十灵十不灵被揪魔智制住 即使是在后期 段玉的六脉神剑还是依他糊涂 刚开始和慕容父动手时 被动挨打 如果不是乔锋出生指点段玉 大理段氏的仪式英明 很可能被段玉给葬送掉 且与金庸笔下 有四个身怀顶尖神功的草包 这四个人分别是大武 小武 段正纯 段玉 其中大武 小武是亲兄弟 段正纯 段玉两人是父子 大武 小武兄弟二人的武功 之所以没有达到一流水平 最主要是此二人的天资有限 无法完全消化 郭靖传授的高升武功 段正纯的武功未达一流水平 主要是因为他把主要精力 都放在讨好女人身上 段玉的原因是 他压根就讨厌学武 厌恶打打杀杀 因此这四人拥有顶尖神功 却成为草包 多次被别人欺负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